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觉得他们活出自信了 也活得很有尊严 事实上当他们发现 他们也是可以去 成为助人的一份子的时候 我认为他们的那种 勇猛精进的心 也是比一般人更为强烈 真的 因为他们不是 所有的机会都愿意给他们 所以他们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 顶坡脚上的家 我们曾经感受到过说 如果一个人从手心向上 被人家帮助 转成手心向下去 帮助别人的时候 其实施比寿更有福 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 邀请到这两位 来跟我们聊一聊 在乐生疗养院的院友 当他们成为一个不失者的时候 他们的心情是如何 首先来欢迎的是 我们慈悸的陈美逸老师 毕丘好 全球各位观众大家好 继续欢迎的是我们的琼琳姐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今天的剧里头 会看到说因为 金元老菩萨他听到广播 知道说我们慈悸上人在花莲 要筹建医院嘛 所以他就会去觉得说 其实这些我们曾经收的 这个补助的费用 都是十方大的 他们所累计小爱的 他们也会去觉得说 其实自己是有能力来做回馈的 所以在院里面就发起了 这个卖心脸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当时候你们去了解到他们的一个心情 有没有曾经听金元老菩萨 或是其他参与的这些院友们 他们是如何的来支持 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其实我是民国75年 才参与慈祭 那个时候 麦心连的活动已经是发生过了 对 那我进来慈祭之后 就一直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也曾经跟着上人到乐生去 那所以我在被要求说 在写在月看上面写报导的时候 我第一个就想到 我一定要把这个动人的篇章 先写下来 那篇文章叫做 一个超越天堂的净土 那篇文章在月看登出来之后 就好多好多的师兄师姐抽印 大家就这样子 印出来以后就发给大家 然后就很多人去热身采访 其实我发现很多的这个 历史记录文字工作者 其实他可能不是一开始 就去接触到他们 或是跟他们一路都是 每一天共同的去生活或是经历 一定是我看到的某篇报导 然后我有感动 我想要再去多多的了解 他们到底那是一个什么的过程 甚至是为他们记录 从我接触之后的未来 我想有重理解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 对不对 坦白说 早年美艺老师所写的 很多跟乐生有关的报导 都是我们当时月刊的工作人 很重要的参考基础 然后我们也会从里头去累积 等于说因为乐生跟慈激的关系 是长长久久的 那我们也会期待说 往后写出来的报导 是不是可以去延伸 前面的人所写过的东西 所以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是读美艺老师写的文章 那等到后来乐生有一些活动 或者是事件在发生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期待 是不是可以再做出 不同面向的一个报导 那所以像我自己本身 大概是在民国81年的时候 进入慈激工作 那我们在做乐生的那个专题 大概是隔年的年初 大概二三月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蛮知浅的 可是因为有美艺老师的这个文章 做基础 感觉好像也不是那么难跨越 很容易就可以进入到 可以跟金玛伯 跟林燕师姐 他们一个对谈的这个基础 其实就像我们可能在剧中看到的 金玛老菩萨他说要来募款的时候 大家都说募款募款 其实这个他们当时候 要用一万块钱买一朵心莲 你觉得在那个环境当中 用一朵心莲来募大家的心 当你回去到那个地方 在让他们回顾 曾经发生过的这件事的时候 自己曾经参与过的这些运友们 他们怎么样去解释 那时候每一朵心莲 对他们的意义 其实我觉得金玛老菩萨 他在乐生的愿由里头 算是比较特别的 那我所谓的他的特别就是说 我之前曾经有讲过说 他本来家世就比较好 是千金小姐 甚至他是有受过教育的 而且他亲近佛法的时间也很早 所以在他的整个心里面 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 这种佛法的故事在里头 所以我觉得 以他平日啊 大家对他的印象跟诚信的程度 其实由他这个人来谈这个心联啊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有他的智慧 而且有他这个信用作基础 那对 当时我记得我到乐生去的时候 他是跟那个另外一个蔡 蔡玉智老菩萨住在一起 刚好他们两个人都是 眼睛不方便 所以有一种这个互相扶持的作用 那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当这一群菩萨们 他们原本是手心向上 是被帮助的 当他们转换一个信念 去变成手心向下 去做一个布施者的时候 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心情上面 我们说的快乐吗 他们怎么样表现让你知道 其实他们不只是快乐 他们几乎是整个生命是一个翻转 因为他们以前自己很自卑 他觉得他们活得不像人 那甚至于以前有一些法师 去他们那里去开示 或者是给他们办法会 打佛妻残妻 他们了了以后 他们要去供养 那些法师都拒绝 他说你们就欠人救救了 你们的供养我不能收 所以他们要供养佛教界的法师 他们都没有机会 但是他们从手心向上 然后变成手心向下 成为这个慈祭的会员 甚至于他们捐出 他们的棺材本的时候 他觉得他们活出自信了 也活得很有尊严 也活出生命的价值 所以他觉得他跟其他人平起平坐 我觉得梅姨老师提到一个说 在医院里头有一些人 真的就是拿出自己的棺材本 其实我看到剧里头这样的表现 我也非常的感动 佛妮姐是不是也有感受到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问题说 他们当成为一个可以助人的人的时候 你自己的感受 其实乐生里头的菩萨们 他们是比一般人接受到更多的病苦的 就是他们一辈子其实都住在疗养院里头 那虽然他们的麻风病已经治疗好了 可是他们身上有很多 因为麻风病来的并发症 其实实时都是在干扰着他们的健康 那所以我觉得当慈悸是要盖医院 这件事情对他们讲是一种非常有感觉的事情 虽然他们自己未必会到慈悸医院 去接受这样子的医疗服务 可是我觉得他们会有一种 非常非常切身的感觉 那我觉得会比一般人更容易动这个念头 因为我早年在做采访的时候 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师兄师姐说 有些人他会觉得说 哎呀你们盖医院我自己又住不到 那我为什么要捐这个钱 可是基本上反过来 对于热身的人来讲 他们反而没有这种疑问 因为他们一辈子都住在疗养院里头 虽然他们其实后来 如果健康的时候 并不会觉得自己在住院 但事实上他们是住在一个疗养院 是一个事实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反而这个事情 对他们讲他们是没有心防的 很容易去跨过这一步 那刚才美丽老师也讲到一个重点 事实上 当他们发现他们也是可以去 成为住人的一份子的时候 我认为他们的那种勇猛精进的心 也是比一般人更为强烈 真的 因为他们不是所有的机会都愿意给他们 所以他们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 所以当这样子可以帮助人的机会出现的时候 你会发现每一个人脚步都走得好快 不管是在院里头赶快说 赶快目这样子的一份心 甚至是我们的灵验师姐会怎么样的来努力 希望大家都能够助人为乐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 顶坡脚上的家 也感恩两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您收看 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